击落一架隐形飞机的确值得庆祝 所以当南斯拉夫防空部队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 击落了一架F117之后 专门设计了一张庆祝海报来讽刺美国人 抱歉我们不知道它是隐形的 美国人哪受得了这个刺激 于是就还击 说你们压根就是碰运气 根本就没有看到我们的飞机 只是误打误中了而已 但实际上他们双方都扯了谎 真相如下 当年南斯拉夫陆军第250防空导弹旅 第三营的指挥官叫做卓尔坦达尼 他是一个特别会琢磨的人 为了打下一架美国的飞机 他将所有能够找到的隐身技术的资料翻了个遍 得出来一个结论 就是F117虽然在雷达屏幕上不容易发现 但是也绝非完全隐形 我们还是有战术上面的空子可以钻的 什么战术呢 伟大的游击战了 第一 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都保持自己的雷达处于关闭状态 位于意大利的空军基地周围部署群众间谍 一个游击战术就浮出水面了 你看 先是由间谍报告F117的起飞 然后打开P18找到它的具体位置 再把S125推过去 放一个冷枪打到目标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很快 指挥官打你的机会就来了 1999年3月27日夜晚 天空没有月亮 四架F117从基地起飞 单独去执行任务了 这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众所周知为了隐身 F117甚至把自己身上的雷达也给严割掉了 所以它在平时是一定需要另外一架有着雷达的飞机来为自己指路的 否则跟瞎子也就差不了多少了 但是今晚天气不好 本应陪着他们一同前往干扰并摧毁南斯拉夫雷达的徘徊者电子战机无法成空 北约由于太过自信 也没有叫停这次任务 于是四架F117就真的这么瞎着飞出去了 只带着红外传感器 他们起飞 甚至对话间透露出没有电子战机陪伴的信息 都被截获并送到达尼手上了 而且在连续追踪了F117很多天之后 他们的飞行路径对达尼来说也变得容易预测了 于是他赶紧下令 让S125激动到F117的可疑路线上 并打开漂泊扫描天空 果不其然 预警雷达的屏幕上出现F117了 此刻他正飞行在24公里以外 但是火控雷达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达尼需要一点耐心 那咱们就来看看F117那边 其中一架的呼号是维加31 有参与过沙漠风暴的老司机 帕特里克中校驾驶 他正在为了飞过山谷 忽上忽下的控制着飞机 而当他将轻脚拉高的时候 整家飞机就会像一面镜子那样反射雷达波了 很多事后分析认为 这的确是增加了F117暴露的可能性 但最致命的一点还不是由他贡献的 而是炸弹舱门 当帕特里克中校按下头弹牛 头弹舱门向两侧垂直开启时 一个完美的脚反射器结构便诞生了 它破坏了之前一切隐形的努力 瞬间S125的火控雷达上 一个明亮的点点散现了出来 它距离阵地只有8公里 于是两枚导弹飞奔而去 一枚从头顶错过了目标 但另外一枚马却在帕特里克中校的附近 准确地炸开了F117严重受损 随后坠机 不过帕特里克却奇迹般地弹射逃生了 更奇迹的是 他居然能够在一公里以外的水沟里面 平安地躲过了大搜捕 并最终被顺利救回 所以故事讲到这儿 我们都知道了 吹牛真是没有上线的 南斯拉夫明明知道 他要打的飞机是隐形的 而美国人也明明就知道 南斯拉夫考的不是运气 而是实力 但是抱歉 我就算知道 还是要这么说 怎么着吧 最后还有一段小插曲 就是两位故事里面的主角 一开始是相互要你命的 达尼和帕特里克中校 在这次击落事件后 都晋升为了上校 并且还在12年以后成为了挚友 共同出演了一部纪录片 相互之间的崇敬之情 一预言表 毕竟这也算是另外一种层面上的 出身入死了吧 当一位地勤人员 意外启动了一架 世界上飞得最快的战斗机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呢 1966年的7月22日 英国皇家空军第33维修部队的 指挥官沃特霍尔顿 坐进了一架 散电战斗机的驾驶舱 这架飞机的电源 总是会在起飞的时候自动跳杂 虽然可以切换到备用电源 但是对于一架超音速战斗机而言 还是太过危险了 所以必须要把它解决掉 霍尔顿于是就亲自上阵了 他是维修指挥官属于地勤部分 怎么就能够直接坐进驾驶舱启动飞机呢 好吧 他这样做是基于以下这几个原因 第一是压力太大了 当时的第33维修部队 已经在进行关闭前的最后收尾工作了 在把流星战斗机和坎培拉中型轰炸机交出去之后 就只剩下了这么一架 总是反复出问题的闪电了 尾巴只是收不住 让他很难向上头交代嘛 第二个原因 其实是跟第一点相关的 就是在这么一个非常紧张的时间节点上 霍尔顿还约不到测试飞行员了 倒不是基地里面没有飞行员 而是没有能够飞闪电战斗机的飞行员 它太特殊了 以至于飞它是要经过专门的评级才行的 而这样的飞行员 霍尔顿至少还得要再等上一周的时间 第三个原因是 霍尔顿其实自己也能飞 当年作为机械工程师入武空军时 它被要求接受一系列的飞行训练 目的是能够更好地了解到飞行员的需求 所以它是有飞行资格的 尽管飞过的两架飞机 双一机DH-82虎额和单一机DH-C-1花力俗 加起来的速度都要比闪电慢了5倍 于是霍尔顿的同时就开始忽悠起它了 你看如果咱们再要等飞行员的话 至少要耽搁一周时间 这中间啥事也做不了多浪费 其实你不也能飞吗 而且也不用真的飞吗 只要启动飞机让它划个几十米 能够测试到故障就可以了 始终都在地面上安全的很 霍尔顿一听 心动了 觉得这个的确是可以有 但是毕竟自己从来也就没有真的飞过这架飞机 所以在爬进桌上前 还是找来了相关的工程师 仔仔细细的了解了一下操作步骤 记住这个细节将会非常关键 在准备妥当之后 他们就通知了塔台 安排了专门的跑道 就要开始测试了 第一次霍尔顿启动发动机 提高转速 闪电开始在地面上向前滑了起来 接着霍尔顿马上就关闭了发动机 并踩下插车 在滑出四十多米左右的距离后 飞机稳稳的停了下来 霍尔顿将头伸出座舱 对着一旁路虎车上的助手 比出了一个成功的手势 这一次 他的确是测试到了一些 他想要的参数 但还是不够 于是他示意助手 继续跟塔台协调下一次的测试 如果你是霍尔顿的话 可能在这个时候 心跳已经放缓了不少了吧 对了 在有了第一次的成功之后 你已经清楚的知道 自己该要做什么了 于是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 以及后面几次的测试 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都还差那么一点点 于是霍尔顿准备要再进行 最后一次测试了 他启动了发动机 将油门逐渐往上推 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也越来越大 开始滑动起来了 在将油门推赶 推到差不多80%的时候 霍尔顿知道应该要减少油门了 但是 地面上的一个小坑 突然让飞机颠了一下 缺乏经验的霍尔顿 手一滑 油门一下子就被推过了80% 完蛋了 闪电战斗机上有个设定 当油门被推过80%之后 就会自动启动加力 并且油门位置也会被锁定 搬不动 霍尔顿的闪电 于是一下子就进入到了子弹出塘的状态 难以遏制的向前冲了出去 他傻眼了 但是等等 在坐进桌上前 飞行工程师好像跟他讲过些什么 对了 那个时候工程师告诉他 油门附近是有一个专门的按钮的 在按下它之后 是可以解除油门锁定状态的 因此也就能退出加力模式了 但这个按钮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霍尔顿开始慌张的摸索了起来 但紧接着 另外一个更为危险的事情打断了他 战斗机的正前方 一辆加油车正在横跨跑道 看上去必撞无疑 为什么明知这条跑道上 有飞机加油车还能开得上来呢 很简单 霍尔顿的诸首告诉塔台 他们只会用到一小节跑道 而且根本也不会起飞 塔台再看了他们坐了几次 之后确实也没有发现越界 便放开了其余部门的管制了 幸运的是 在最后一瞬间 闪电和加油车插肩而过 没有装到一起 这下就该松口气了吧 完全没有 由于塔台松开了管制 在另外一条垂直跑道上 一架DH-106彗星客机正在起飞了 他们的轨迹相交在了一起 霍尔顿瞬间就面临到了 第二个死亡威胁了 不过幸运女神又一次照顾到了她 也是差那么一点两架飞机 就这么紧贴着对方躲过了 霍尔顿终于有了一点时间 继续去摸索解除加厉的按钮了 但是第三个挑战又来了 前方已经是跑到尽头了 霍尔顿能在这么短的距离内 把闪电停下来吗 不现实吗 好在一番折腾之后 霍尔顿反而冷静了下来 他知道这个时候 只有飞到天上 才能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 于是他果断拉起了操纵杆 闪电一跃而起 好暂停一下 我们先来看看霍尔顿 此时面临的实际情况是什么 首先闪电是一架相当奇葩的战斗机 外观咱就不多说了 称它是这个世界上最丑的战斗机 估计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赞同的 关键是它的飞行状态 实在是太快了 速度快 不开加厉就能够轻松飞到一马赫以上 开了加厉 则能够直接来到2.4马赫的水平 连五代机F22都把它追不上 爬升快 离开地面就能够垂直往上爬 只用两分半钟就能飞到一万两千米的高度 连它的继任者幻影都自谈不如 所有飞过它的飞行员都开玩笑说 这就是一枚火箭 之所以要长一对翅膀 只不过是为了在上面装个着陆时的指示灯而已 并且补充一句 就是这个只为装灯的翅膀也太丑了吧 好 这就是火箭 不 飞机本身的情况 已经够霍尔顿难受了吧 但更要命的是 由于这架飞机是没有打算过要上天的 所以它的弹射座椅是处于锁定状态的 它的座舱盖是处于阶调的状态的 霍尔顿的头上是处于裸奔状态的 没有戴上头盔 不仅意味着缺乏保护 更意味着无法与地面交流 既然不能弹射 也得不到外界的帮助 此时 它想要活命 完全就只能靠自己了 飞到天上后 霍尔顿展现出了惊人的专业与冷静 它先是找到了解锁按钮 关掉了引擎的加力模式 让飞机的速度成功的慢了下来 接着它就开始控制飞机 绕着机场盘旋了 让自己不至于迷失方向 然后它就得要找准时机着陆了 闪电为了获得高速 机翼的后掠角是非常大的 所以着陆速度也非常的快 哪怕是专业的飞行员 也常常有翻车的情况出现 更不要说是菜鸟霍尔顿了 它自己也清楚的很 所以前面有两次的尝试 它都在感到不对劲之后 就紧急停止了 第三次尝试 它选择了从反方向进入跑道 因为它很清楚 自己很有可能会冲出跑道尽头 而在那一边的跑道尽头外 是一个小村庄 一旦冲出后果不堪设想 可见霍尔顿真的是相当专业 在它算好速度和角度之后 就猛的冲向了跑道 先是机尾触地 接着奇罗驾便接管了机身 它成功的回到了地面 但此时闪电还是在继续往前冲的 毫无停下来的征兆 而原本的减速伞也在霍尔顿 用机尾触地式损坏了 一打开直接就飞走了 完全就不起作用了 情急之下 霍尔顿只好将刹车踩到了敌 剩下的就只好交给命运吧 在将轮胎膜的精光之后 它终于在跑道 还剩下9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人没事 飞机也只是损伤了一点尾巴而已 它就这样 坐着地球上速度最快的敞篷 在空中晃了足足12分钟 关键是 它原本对如何操纵这个敞篷 一无所知 而且这本来也不该是个敞篷 所以谁说这不是一个奇迹呢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 讲给你听